Hello 又是時候拍下每兩三個月一次的近訪片 這幾個月 尤其是今個月 就是老娘我的生日 所以上個星期就比較不忙 今年也搞了一次粉絲聚會 你們在我的Facebook都會看到 其實這一次也是我最後一次的聚會 而且很搞笑的 我去年正一是我生日 我那天搞Fest Meeting 當日是我剛剛一萬訂閱的 而在我前個星期日 我搞Face Meeting的時候 也是在前後的日子 剛剛踏入五萬訂閱 我自己其實都很開心 還有之前在五萬訂閱的影片已經說過 所以我不再累積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幾個月對我的變化都很大 首先就是我自己的健康 我記得我上次那條近訪片就說到 我比較腿 健康不是那麼好 其實這幾個月已經開始有好轉 而且我開始嫁了咖啡這件事 因為我發覺咖啡因真的很影響我們那個 胃口和很影響我們的睡眠 我之前因為是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都get rid of 這個咖啡也很多日 有時候可能偶然會喝一下 但不會喝太多 而且不會成為一個習慣 另外就是 上次還說到什麼 對 上次可能就是有些頹 其實這個月 尤其是在我生日前後 其實已經有好多了 再加上我之前其實拍很多那些 馬文明啊 文德拉效應啊 或者是外星人的事情 我覺得某程度 我自己好演出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的情緒都會比較屈滿一些 這個也是無可否認的 因為我這個月真的比較忙 其實除了生日之外 還有自己on the way很多事情在做 所以一直都有其他事情在做的時候 你們看到拍片的長度可能短了 但我也會保持頻密程度的出片 還有我想大家都會很喜歡 我坐在這裡和你們聊天 所以我也會來拍多些類型的影片 但我知道你們一直都很想我繼續說 外星人啊 文明啊 或者那些叫蘇美爾 Sumerian那些文明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那些的確 我需要很多很多時間去消化 以及去解釋給你們聽 又要比較顯淺 又要講一些抽取有趣的部分 那變成其實我拍一條那些的影片 我前後啊 可能我閱讀相關的資料 我起碼要讀兩三天 或者甚至乎是更加多 可能要買書看這樣 那所以我接下來就不會拍這麼多那類型的影片 除非突然間有一件事 很勾起我的興趣 然後我又中進去那個洞裡 研究那些東西 如果不是暫時 我想未來的一個月 或者這一陣子 你們看到我拍的東西 都比較輕鬆些少 不會那麼沉重的 那還有就是 其實我很想拍關於順勢療法的東西 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之前在直播群組都說了很多次 我很想說順勢療法 但是我要說得比較小心 因為不同的直播 直播是我私人 但是如果在這裡公開說 可能又會收到一些 complaint 或者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因為我要介紹順勢療法 無可避免地我要介紹那個醫生 那可能有些人又會覺得我在推銷那個醫生 甚至乎我擔心一些人 因為可能看完這個醫生之後 有些什麼不滿意 或者覺得失望 那又去再找自己 我不想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說到順勢療法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在中醫和西醫以外 是一個十分之好的一件事 它既然不是中醫又不是西醫 但我不知道如何在這段影片 即是在現在這個近況的影片 用幾句 可以這樣解釋到這個 關於這個療法的東西 所以我接下來最少有一集 都會去講有關順勢療法的東西 我覺得最少最少都要講一集 是關於這件事 讓你們去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然後自己做research 去找這一方面的治療 即是醫生 還有我想說回觀眾聚會 其實很多人問我 你還有一次搞是否因為聚會不開心 之類的 都不是 我記得我這個聚會一開始 什麼都 剛剛見大家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說 這次是最後一次 在我搞的時候 我已經跟自己說 這次是最後一次 除了因為 一直去做這些活動 我覺得都挺辛苦之外 不是我當日辛苦 是之前準備的東西很多 而且又要 一直去找人報名 然後又要去找餐廳 人頭 有些人甩底 然後收費 各樣各樣的東西 我覺得 比較勞累 而這個勞累 我覺得都比較不必要 就算一年一次 我也覺得太多 所以我也跟自己說 這次是最後一次搞 即是接下來 就算再有類似聚會 可能也有些公開的場合 未必是我自己這樣 私人和大家吃飯 聊天 而且我也很感謝 大家送給我的東西 其實我有兩袋 放在那裡 讓我現在拿去拆 好了 真的超級之多 有些我已經當日馬上拆了 不過就 不是很多 開了幾樣 看到 超級之漂亮 這個Sailor Moon 看到嗎 超漂亮 它裡面是 一個iPhone 8的手機 航尾水戰士 可以送給我 我肯定是 我不用問了 哈哈 Garry這個是 好熟口面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 Stan 它後面有個座可以做起來 超漂亮 我也是最喜歡 Original的 美少女戰士畫風的東西 我不喜歡 那些什麼Crystal版 哈哈 這個是阿Liu送給我的 哈哈 為什麼我只要Wing & Support你 好搞笑 Sonia的 我現在開來看看 嘩 黏得很實 我怕會爛 我撕開 算了 都要爛的 這個貼紙 嘩 很漂亮 多謝你 Sonia 好漂亮 為什麼你知道我喜歡小王子 為什麼你知道我喜歡小王子的 是一個小王子的 書籤 對 但我覺得好像頸子 已經這麼漂亮 封信也是 摺得很仔細 我拆開它 一定摺不回來 哈哈 看時候看我的第一回應 讀信 讀信 Hello 陳愛收費群 觀眾 Sonia很高興認識 你年初看到你的影片之後 不能自拔 很誇張 哈哈 但在你身上學到很多 這個是真的 漸漸學會思考更多 但我一點更加毅力 除了你不計較分享 最令我欣賞你一火感的心 是我最意料之外 畢竟會全身感激的人不多 有時候會痛心你走一條艱難的路 的確是 唉 每天被網民騷擾 大概 野火言論總是挑起別人的神經 尤其是神經病的人 但是呢 就好像蘇格拉底虎 都比喻自己是 牛蠅 是否就是胡蠅 要激起 這個 起身懶惰的牛 就需要牛蠅去換成它 你的一話一語就好像牛蠅一樣 漁民搞一下不好 聽到之後 都會有開字的一天 希望快點 這個也是你獨特的地方 相信你自己都很清楚 哈哈 最後 聽過黃遠之的迷身藝術 希望這首歌可以為你打氣 人生總是充滿苦難 但在心裡留的位置 在漆黑中 數著 福氣 想起片刻的優美風景 這首歌一聽就會 聽到最後 祝你生日快樂 原諒我笑話舊舊舊 小粉絲Sonia 多謝你Sonia 其實我跟Sonia接觸都算多 因為 她在我收費裙裏 還有 那天看到她 哈哈 她好可愛 一個好可愛的女生 多謝你寫上給我 唉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 雖然看起來很柔弱 或者表面上 不像我那樣強大 但其實她們的韌力 和她們那種的力量 那些的power 真的一點都不會輸涉給男生 甚至乎是更加強 謝謝你Sonia 哇 還有很多扭蛋 扭蛋我就不在這裡開了 然後還有人很紅的 送了一個 Chloe的香水給我 我也是不拆著 遲些要用才拆 多謝你 你有沒有留名 有沒有留名 我不知道誰送 好 那有些我就不在這裡拆 因為 有些是沒有包 還有我當日 都即場拆了兩份 例如 Christina送給我一條鏈 超美 我很喜歡 還有人送食物給我 那些又吃了 所以 大約是這麼多 不是想拆命 只是想 對 很感謝你們送這些東西給我 很感激你們 那好吧 今天這條近況片 就來到這裡 其實 都托來這幾個月 都算是這樣 沒有太多 不如意的發生 還有 我覺得我自己的運氣 每次一到夏天 就會好一點 最差 永遠都是 春天 冬天 那些時候 一入了夏天 人可能又多了一點 能量 整個人的情緒 又會好一點 而且不會這麼依賴 咖啡 那我也奉勸大家 其實都沒有必要 都不會常常喝咖啡 尤其是 我自己是喝開咖啡 那咖啡真的會 會令到別人抑鬱的 我以前好像看書也看過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